今天是復活节主日 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不再在十字架上 祂已经升到高天 祂是復活那个主 在我今天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马丁路德的小故事 马丁路德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很陌生 他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法起人 最讲为人知的就是他质疑赎罪捐 反对借着钱可以得到神的赦罪 当年路德改革的时候 曾经受到罗马教庭很大的迫白 有一段时间因为面对很多四方八面的责乱反对 他都很仇苦 几乎要放弃神给他的托付 他的太太如何安慰他都没用 那一天早上 他太太就换了一套黑色衣服 就披上黑色的头衫 把早餐送去他面前 卢德吓了一跳 就问了 哇 搞什么呀 究竟你为什么这样穿的 谁死了 他太太就说 主耶稣死了 卢德很生气 他就问太太 哇 你乱说什么呀 主耶稣怎么会死呀 他早已经复活了 然后太太很平静地跟他说 既然主耶稣还是活着 而且坐在天上 为什么你还要像灰心沮丧到主耶稣已经死了 这样的样子 叉害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当人见到你的时候 是觉得主耶稣仍然是活着 还是觉得耶稣仍在死呢 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赫福音16章1到20节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帮一直跟随主耶稣的跟随者 包括了妇女 包括了一帮的门徒 他们也亲耳听过主耶稣在生的时候 至少三次预言自己会受死 也会三日后复活的见证人 他们不单亲耳听过 他们还亲眼目睹 又知道主耶稣好像之前预言那样 被长老 祭司 民事弃绝 还被钉在十字架上 又埋葬 他们亲眼目睹之后 他们有什么相计的行动呢 而门徒和妇女 他的行动的背后其实是代表了反映了什么呢 但是当这个妇女和门徒 她和主耶稣相遇之后 他们的生命就有很大的改变了 今天讲到的题目就叫做 未完的故事代族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知道你的生命和复活的主相遇了没有呢 你会怎么去编写这个未完的故事 我们第一点就先先看看 一班在主耶稣三年多传道生涯以来 一直很忠心地跟随她的妇女 怎样由原先的无望沮丧 但是当她和復活的主耶稣相遇了之后 他们就变成了无负他们的使命 的生命转变 让我们一起来读出经文 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十节 一 二 三 我了安息日 末大拉的玛利亚 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 买了香料要去高耶稣的身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太阳出来后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 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他们抬头一看 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原来那石头很大 尽了坟墓 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 就很稀奇 年轻人对他们说 不要惊慌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 那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来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去 对他的门徒和彼得说 他要给你们先到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会看见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的 于是他们出来 从坟墓那里逃走 又发抖又惊讶 什么也没有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復活了 先向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曾在他身上 赶出七个鬼 他去告诉 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时他们正哀动哭入 谢谢弟兄姐妹 在刚才大家读那段经文 一开始就记载了三个妇女的名字 包括就是末大拉的玛利亚 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和撒罗米 其实这三个名字 都代表了一群 昔日跟随亲眼看见 主行过无数的神迹歧视 亦都亲耳听过主很多的讲道 他亦都亲身去服侍过主耶稣 亦都亲手拿钱来照顾主的生活 他们代表了包括一群有名无名的妇女 最值得我们留意的 就是这三个的名字 原来在马赫福音 已经是第三次出现的 第一次就是在15章37到40节 那里讲到就是 记载他们亲眼见证着主耶稣 怎样很残酷地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又亲耳听到主耶稣 向天父大声地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面 直到他们见着耶稣气断身亡 这是第一次 他们在十字架的下面 第二次就是15章47节 他们又跟着 去到亲眼见证着 有一个叫做阿利马泰的约室 他就用一个细麻布 把耶稣的尸体包裹好 接着就安放在他自己的新坟墓上 最后还用一块很大的石头 封了那个坟墓的门 这帮妇女都是亲眼见到 最后一次 来到16章1节了 这里讲过了安息日 就是大概是星期六的傍晚 6点左右 这帮妇女就趁着 那些买香膏的店铺 刚刚开门 于是他们就立刻要去买香膏 买来干什么呢 买来就是想第二天的清晨 太阳一出来 他们就很想去到坟墓那里 来去高耶稣的尸体 三次的出现 万可刻意描述这帮妇女 在主耶稣的十架前 在埋葬的坟墓前 在准备高主的空墓前 我们都无可否定 这帮妇女 他们对主耶稣那份 不离不弃好心的爱 纵然其实他们都是无望沮丧的 这个是我们绝对可以理解的感受 因为他们眼白白 看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又没有神迹 叫主耶稣由死复生 但是他们都无惧 被主耶稣牵连带来的生命危险 依然这样跟着 但是弟兄姊妹 我想问一下你们 其实妇女买香膏背后反映了什么 很明显 反映出其实他们 并不是那么相信主耶稣会复活 即使主耶稣的生前 一而再 再而三地跟他们讲 所以在第三第四节 那里这样讲 就讲到那帮妇女 他们一清神就去到 他们正在俘虏着 谁可以跟我们推开那块大石头呢 谁不知一抬头一望 那块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那当帮妇女入到坟墓 见到的东西 不是预期的耶稣的尸体 反而是见到一个天使 坐在坟墓上的时候 哇 他们真的被天使 吓得三魂见七魄 所以天使都安定他们的心 就跟他们说什么 不要害怕 因为你们要找那位 打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是复活了 之后天使还一年 给了三个命令 这帮妇女 是什么命令呢 第一个 就是叫他们来看一下 就是要那帮妇女 亲自用眼来去看 那个空坟墓 第二个命令就是 要他们要去 去的意思就是 要有行动的 就不是停在那里 什么都不动 第三就是什么 要说 要跟门徒和彼得说 说什么呢 就是说耶稣 会让他们先去到加利利 他们去到 就会见到主耶稣了 正如之前主 这样告诉门徒听 当那帮妇女 就是惊魂未定的时候 又被天使委派一个新的使命 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反应 经文又说他们 战律发抖 惊吓 惧怕 其实是表现出一种 是一时间没想过会出现的情景 换句话又说 他们真的没想过 主耶稣真的会复活 就好像我记得 21年的圣诞节 我就买了一副大Lego 给自己做圣诞礼物 因为消费满一定的金额 可以有一次抽奖机会 其实从来抽什么奖 都不中的我 我也是照例 扔那张飞尾去抽一下 当即场宣布抽奖结果的时候 我是没有带着 私豪的期望下 我竟然是抽到一份大奖 其实我那时的感觉 就好像那帮妇女 听到主耶稣复活了 好了 她们那种的错愕 还有不敢相信 其实妇女的故事 是不是只是停留在第八节 就是说 她们什么都没有告诉别人 因为她们害怕呢 是不是只是停留在那里 当然不是 当我们来看 之后的第九到第十节 和其他福音书的时候 当莫大拉的玛利亚 和那些妇女 被天使委牌了使命的时候 又和復活的主相遇 就是主耶稣亲口祝愿他们平安 他们也都亲手 实实在在地抱着耶稣的脚 他们这样亲眼的相遇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就表现出 180度的生命转变 由起初他们很灰心的 没有希望的 很沮丧的 因为他们一直跟随那位的主耶稣 竟然被钉死和埋葬 但是到现在 他们的心情 由原先的经就转为起了 他们充满了喜乐 去模辅这个使命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看到 他们就飞跑去 告诉门徒听 这个这么兴奋的消息 主耶稣的复活 这个事实 再不是像以前那样 就是停留在他们的头脑上 而是一份亲身经历的体验 这份第一身的经历 让这帮的妇女 无惧给那些使徒 认为他们一派胡言 又或者那些门徒觉得 他们这帮妇女 但是伤心到癫了 竟然说见到主耶稣復活 但是他们仍然 是欢欢喜喜地 来到去模辅主耶稣 交给他们的使命 从中其实我们看到 即使是在社会里面 直直无名的小角色 好像这帮妇女那样 但是他们的生命 都会可以因着遇上復活的主 又对主所吩咐的 信服和回应 生命都可以被主使用 在他们的不同角色 不同的场景里面 有美好的见证 这里我都想分享一个 因着认识主耶稣 生命从黑暗绝望 变得丰盛的一帮弟兄姐妹 他们是一个茶聚 也挺奇妙的 竟然是燃起了 别人一个生命的小故事 话说在上个主日的时候 我很巧合地知道 在我们的腹中崇拜之后 一帮我以前即清时代 所认识的肢体 他们就会为到当晚 就会举家移民的夫妇 又去喝茶 Farewell的时候 我就主动请英 我可不可以都参加 那我就坐过去 想不到在这个茶聚里面 见证了这位将会移民的姊妹 她未信主的老爸爸 她怎样在云云这么多桌子的酒楼里面 考虑到同一时间在那里喝茶 又坐在附近 还是没有见了四十几年的老同学 而最奇妙的不是这样都会撞一番 最奇妙的就是这位老同学 大家聊聊天的时候 她就跟那个世伯说 她说我刚刚开始返恩福堂 长青团契 很开心 还拿着长青团契的证出来给我们看 证明她真的返回 那位太太 原来都是一位资深的三福队员 当他们很感动 因为原来他们四十几年没见 就相拥 又立即要交换对方的电话的时候 我见到那个老同学 他很主动地就说 他说这样都撞到 一定之后要找你回团契了 而她的太太 就是刚才说的三福队员 他都很感动 他就紧握着世伯的手 他就鼓励他 你要快点信耶稣 他都很直接 然后他就说 就算将来有一天你要离开世界 都是好的 因为可以跟你天堂的太太 是重建了 就很直接地来到 是想去信耶稣 我亦都跟世伯说 我说 其实 神真的很爱你 还有很爱你的女女 这么识心的安排 就是希望 世伯之后 可以有机会去认识主 我想其实我的姐妹 其实跟世伯传福音 都传了很多年 但是世伯还没回应 但是在他那晚上机 竟然神给他亲眼 去遇到这件事情 我看到姐妹的眼泪 不断地流下来 不断地流下来 世伯自己也点头地说 我会很慎重地 考虑你们今天的分享 就是说 不可以这么闯处决定 我回想这件事的时候 我看到当日不单止是我 还有世伯的老同学 老同学的太太 最后还加上老同学的女 因为他们买单走的时候 经过我们的桌子 还要塞上一本 福音的书给世伯 你回去有空就看看 世伯就很惊讶 你随身都攀带着这些福音书 我觉得很奇妙 我们每一个 其实都在回应着 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就是把握机会 将福音的种子 种在世伯的心里面 让我们看到 带着主耶稣这份复活的能力 是一份生气勃勃 而不是死下死下的能力 让我们去活出 又不辜负主耶稣交托给我们 每一个的使命 第二点我想看的就是 一帮跟随了主耶稣 不单止是妇女 还有一帮他的门徒 是主耶稣亲自埋身牧养他们 的入室弟子 他们如何由原先的无影无踪 到最后和復活的主耶稣相遇之后 一份无忘初心的生命转化 让我们一起去读出经文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一到十五节 一二三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被玛利亚汉见 可视不信 这些事以后 门徒终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正走着的时候 耶稣以另一种形象向他们显现 他们去告诉其余的门徒 那些门徒还事不信 后来十一使徒坐席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扎避他们不信 心里肛硬 因为他们不信 那些在他复活以后 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及万民听 好 OK了 谢谢弟兄姊妹 这里 大家都应该还记得 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 被犹大带住的一群士兵捉拿他的时候 主耶稣他亲自 牧养了三年多的门徒 就正如主耶稣之前的预言 牧人被击打 羊就分散 在马赫福音十四章五十节 我们见到 这里说门徒都离开他 逃走了 接着在主耶稣 到大祭司那里审问的时候 就正是承低 认识大祭司的门徒 若汉和耶稣 进入了去大祭司的院子 还有远远跟着 但最终都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去到主耶稣由五证到身初 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也到阿利马太的约室 向比拉多领回的围体 用细麻布将主耶稣的身体包裹好 安葬在自己的身份墓 甚至是去到主耶稣预言他复活的一天 这三年多以来 一直跟随主耶稣的十一个门徒是怎么样 无影无中 好像见不到他们的身形一样 他们去到哪里呢 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 那里这样记载 门徒因为怕犹太人 所在的地方的门都关了 他们因为怕 不敢外出 就将门紧紧地关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让我们看到 纵然是曾经为主耶稣撇下一切 好像彼得 安德烈 瓦角和约翰 他们放弃一直赖以为生的渔网 渔船 是一份很安定 也熟悉的工作 又撇下他们的家人 马太放弃入色这么丰厚的碎利的工作 优质的舒适的生活 他们不单止为耶稣放弃过一切 他们也亲眼见过耶稣 走过很多的神迹 又亲耳听过主耶稣 说很多 但有权柄的讲道 但是原来 他们都会因为专注 主耶稣要满足他们的内心的愿望清单 就好像表里看到 即使主耶稣三次在生的时候 预言他自己会受难 他也会复活的时候 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 在第二次的时候 门徒就在路上争论谁为大 就是谁做大佬 谁为高一点 去到主耶稣第三次 来到跟他们预言的时候 他们就在求就是说 一个想坐左边 做左边丞上 一个想坐右边 完全将主耶稣预言的 受难 复活 都好像听不入耳 也都不放在心上 以至到当结果不似预期的时候 就停留在被哀伤 以及失望 甚至是惧怕 主导的带来的无影 无中 参与弟兄姊妹 我们又会不会 信主的日子久了的时候 会不会都会将主耶稣 慢慢当作是黄大仙 在我们的祈祷里面 不断向主耶稣 来到求一样求那样 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 但忙最重要的主耶稣 托付我们的东西 我们却是忘记了 以至到主耶稣 呼召我们的时候 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无影无中一样 门徒其实他们不单止 是无影无中的 当主耶稣吩咐妇女 要跟那些门徒宣布 这么开心的讯息的时候 门徒的反应是怎样呢 在《马赫福音》十六章 十一到十四节那里 经文一连串 记述了四次的不信 首先第一次 就是在十一节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被玛利亚看见 就不信了 竟然是被玛利亚看见 他们就不信 当主耶稣在两个门徒 去以马五师的路上 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他们回去跟那十一个门徒说 那些门徒还事不信 门徒不信的原因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是 认为如果主耶稣真的复活 都应该向我们这十一个门徒显现 怎么会向当时 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妇女显现 去到十四节 当主耶稣亲自向这十一个门徒 来到显现的时候 主耶稣是怎样 责备他们的不信 心里肛硬 因为他们不信 那位那些之前主复活之后 见到他显现的人 责备 原文的意思是 斥责 训斥 和显责 是一个很重的字眼 心里肛硬 是形容到 内心很冷酷 很挖强 很顽固 在辅助经文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 那些门徒甚至以为 见到的耶稣是鬼魂 惊恐不安 亦都不敢相信 大家都知道 门徒的故事 都不是在这里完结 当这十一的门徒 他们亲身和这位复活的主相遇之后 他们由最初的无影无踪 就到了遇上 復活主耶稣的 无忘初心 对主的吩咐 是顺服和回应 这帮门徒 如何来和主相遇呢 我们看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三十六到四十五节 这里就说 主耶稣亲口祝愿门徒平安 然后主又将自己的手和脚的伤痕 给这些仍是疑惑的门徒看 甚至叫门徒用手摸一下他 他是有骨有肉的主耶稣 不单止 他还要在那些门徒面前 吃东西 吃烤鱼 最后 为了帮助重建门徒那份的信心 还和门徒解释回旧约里面 预言到他自己的说话 都必须应验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 是很主动 也都很努力地 透过不同的层面 来启示给那些门徒看 自己是复活了的 门徒终于被主开了的心肖 他们生命不再一样 主耶稣之所以吩咐那些门徒 要去加利利见他 除了因为之前 他和门徒约定了在加利利见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 他就是要这班的跟随者 无忘初心 在马赫福音 在马赫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这样说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福音 是马赫福音的一个开始 加利利是门徒被呼召的地方 也都是放弃自己安稳和舒适生活 跟着一个连枕头都没有的拉臂 也是主耶稣和门徒 留下最多痕跡的地方 主耶稣一开声 就平静了暴风巨浪 又藉着小小的五个饼和两条鱼 来到喂饱了五千多人 复活之后的主耶稣 要在同一个地方 来到猜遣门徒 将大使命颁布给他们 叫他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回到加利利之后的门徒 他们无忘 又重臣回他们之前 失落了份的初心 做一个得人如得如的渔夫 在这个段落 我们看到的门徒 他们由最初的无影无踪 去到和复活主耶稣的 无忘初心的生命回应 七海弟兄姐妹 当主耶稣呼召你 去回应教会 又或者社区的需要的时候 你会不会都好像昔日的门徒 一样无影无踪呢 你每日的时间表 会不会都被各式各样的工作 或者活动填满了 以至好像丁点的时间 都没有可以去回应主 主耶稣在今早晨 呼召你回到你的加利利 因为主祖已经在那里等着你 不知道你的加利利 是何时何地 又发生过什么事呢 会不会是你初信主的时候 曾经为主大发热心 参加教会的三福 很努力不气馁地 要和身边的亲友传福音 还是很积极地投入团契的生活 甚至帮手大茶经 或者关顾祖里面的祖缘 你愿不愿意无忘 又重尋回这份初心 翻回去主 呼唤你去的加利利呢 以下有一段的录影 是我们团契一位的姊妹 叫Vince 她现在在青少年导师的岗位 是有服侍 今天她因为家里有点重要事 所以就不能够在场和大家分享 但她也为我们录制了一个片段 是几分钟而已 麻烦你AV 大家好 我叫Vince 是一位青少年导师 从小学跟他们到现在 不知不觉 我班弟弟都已经喜欢 我记得当初在儿童部 决定跟不跟升 都是跟很多人一样很挣扎 很想逃避的 因为觉得青少年人 会不会很难搞呢 自己也是一个很怕改变 很怕离开一个很安稳地方的人 但另一方面也是很不舍得他们 觉得可以在他们一个成长 那么重要的阶段 可以跟他们同行陪伴 其实很珍贵 最重要是想带他们去到神面前 我自己也都很想用行动去回应神 因为在我自己的青少成长阶段 因为家庭的各种关系 其实自己也很有缺失 大臣后来就是一块一块地修补 既然接了棒就用力跑了 所以当初去到中一阶段 自己真的很火热 很想做多一点 做好一点 但是慢慢一个一个挑战就出来了 我自己本身也有家庭要照顾 我有个女儿 上年高考六年级 所以在升中选校 预备情宾时 各方面都或多或少 但是作为妈妈的我是有少少压力的 那么刚好身体的健康 也都出现了一些小毛病 自己的小组也都陆陆续续有一些挑战 因为疫情刚刚复尝 他们重新再试验回教会 但是在青少部的敬拜和团契 同而同步其实都很自然不同 他们有新的中学 有新的生活 有新的体验 时间上有张力 那么很多熟悉的面孔 其实陆陆续续有时在教会 很少见到 或者 见不到 心里面都是有难过 有担心 有焦急 觉得会不会都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呢 慢慢久而久之 一些组缘的 情绪的处理 情绪的表达 组缘之间的一些 人际关系的相处 其实都有很多改变 而这些改变也都来得很快 有时候自己都 不知道怎样回应或者怎样做 但是 很想做 很想心急去做 也都很想去 处理或者解决 但是慢慢发现 好像都改变不了些什么 原来都很有难处 原来我们都很多限制 有一段时候都觉得很累 很失落 也很想停下来 但是就在这些时候 神通过很多事 去告诉我 神的恩典从来都没有离开 无论在我的事奉 在我的家庭 其实神恩典一直都在 神让我看到 神让我看到 他一步一步带领某些祖元 跨过他生命上的难处 神也通过我和家长的交通 成为我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原来我都是总员在教会里面感受到的一种温暖 上星期是青少主日 我带领我那种在二三楼一起去 去服事的时候 那一刻很感动 突然间心里面那段火 好像再次被燃点 作为青少年的同行者 我相信在事奉路上 总会有高高低低 我都愿意去放下自己 去努力学习 其实这年纪里面 其实我生命都多了一份耐性 多了一份包容年述青年人的心 让我都无忘初心 希望陪伴见证他们的成长 一起面对他们生命中的一些挑战 一起去经历神 一起去到神面前 因为唯有神才叫各人成长 愿我都无忘初心 继续我的侍奉之路 终于神的托福 这个就是Wincy姐妹的分享 体育当中 其实在事奉里面 都有很多挑战 有些都不能够说出来 因为都是一些 就是补补青少年 但是在她当中 虽然自己也有家庭要去照顾 青少年又遇上很多的问题 还有她身体自己也有些的需要 但是她仍然是没有放弃神 呼召她去服侍这帮小朋友的初心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未完的故事代族 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觉得 马可福音都可以是一个 我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由一章一节那里讲话 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到去就开始了 到去十六章二十节 那里讲到门徒出去 都储存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藉着伴随的神迹 证实所存的道 你要做结束 由主耶稣开始 到刚才我们看到婦女 看到门徒 遇上復活的主之后 他们的生命转化 做一个结束 无可否认 这个是不是一个happy ending 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大团圆的结局 就好像我们有时看大台的电视剧 围绕 最后都会 最后一集 是不是阿达结局 都会围绕BBQ 但其实马可福音的结尾 都引起了不少的争论 很多的学者 包括一些福音书 和经文鉴别学者 都认为马可福音的原稿的结尾 应该是停留在十六章八节 十六章八节是什么呢 那里讲话 于是他们出来 从坟墓那里逃走 又发斗又惊讶 甚么也没有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原来原本的 是停留在这个十六章八节 这一道 为什么会那些学者 认为是这样的结尾呢 应该 因为根据两个最早 和最齐全的手抄本圣经 就是西乃抄本 和梵帝刚抄本 都是没有十六章九到二十节 关于耶稣復活后的细节 这一部分应该是直至到五世纪的一些抄本 才开始去记载 作者马可 他放弃一个大团圆结局 Happy Ending 而选择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Open Ending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马可福音是一卷行动的福音 作者马可 藉着第一身的一帮目击者 带着那些读者 好像很紧臭地走过主耶稣的一生 走到最后 一大清祖 去到坟墓那里 希望可以高抹耶稣的身体 谁知竟然听到天使的吩咐 作者是很想挑战每一位读者 自己去想 如果你是当中的一个目击者 你会怎样回应呢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当中的其中一个目击者 去到坟墓那里 见到这个场景 天使这样对你的吩咐 你会是怎样回应呢 你会是考虑了自身的安全 什么都不敢说 还是无据环境是怎样 都要坚持去回应神的吩咐呢 主耶稣的复活 只可以是一个未完又待续的故事 是因为我们看到 每一个真正相信主复活 又在生命里面刻意去预留时间和空间 与主相遇 又用生命来去回应主的信徒 他每天在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 都不断延续着这个未完的故事 就好像昔日一群 服侍主号中心的妇女 使徒比特 保罗 使提反 还有之后每一位为传扬福音 去到未得知民的有名无名宣教士 甚至乎是每一个的利地 都在延续着这个故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每天看到新闻 看到尾巴拉 俄乌的战火的时候 生灵涂炭 又或者看到最近一宗新闻 就是年老的照顾者 他不声负荷 照顾不了 以至要先杀死自己心爱的老伴 然后再自杀 这个悲剧的时候 又或者再近距离一点 当你经常听到教会 在很多的侍奉的崗位里面 都不够人的时候 叫人多些来到去参与的时候 不知道你内心有什么的感觉 如果你只是将你的感觉 停留在无望沮丧 又或者甚至乎觉得 事不关己 自己仍然可以对这个社区 仍然可以对这个教会的需要 无影无踪的时候 可能你未真真正正 与復活的主耶稣相遇 你仍未有每日 亲近主耶稣的时间 让主来跟你说话 因为如果你每日 是有灵修去祈祷的时候 我相信神的说话 都不断地会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已经走向末日 我们要警醒作功 或者在灵修里面会提醒我们 我们要学校主耶稣的爱伦舍 去服侍伦舍 当我们这样听到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办法 是无动于中 或者是无影无踪呢 我深信如果你愿意 每日和主去结年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活出一个无负照命 也都无忘初心 好讨主喜悦的生命 主耶稣复活这个未完 又代族的故事 是很需要我们每一个 一起参与 继续来到编寫 就好像一幅 很巨型的砌图 每人都要砌一下 砌一小块 可能你只是砌到一块也好 每人来到砌一块的时候 这幅最后都会成为一幅 美丽的图画 最后我想借着 有一首的诗歌 叫主活着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有一首是比较 有历史的诗歌 就说到基督耶稣 今天仍然活着 他与我谈 他伴我走 生命择路同过 其实这首的主活着 的词曲的作家 是叫做艾克里 他在一个报道会之后 听到一个犹太学生 对他有提问 就是问他 我们为什么要去崇拜 一个死了的犹太人 艾克里立即回答他 我信奉的不是一个死了的犹太人 而是一位永远活着的耶稣 他比以前更加实在 在我和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经历里面 我们有数之不尽的见证 接着他就为这个学生 读了圣经一些復活的信息 最后他的内心就涌出了音符 就走到钢琴边 一路弹了这首的诗歌 作了这首诗歌 就是主活着这首诗歌 亲爱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 你是复活的主 你是次人生命的主 不知道我们当中 在座的朋友 和弟兄姐妹 朋友里面 有没有仍然 是未认识 这位复活的主 生命未和这位 复活的主相遇的呢 当你听到今天的讯息之后 你认识到这位的主 是这么真实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 来到来相信他 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呢 如果有的 我都很想邀请你 举起你的手 和弟兄姐妹当中 如果你是对身边 所发生的事 是无望沮丧 无影无踪 心里仍然是肛硬 冷感的时候 你知道主耶稣 是为你的生命 是很伤心 你愿不愿意 每天用时间 来到去亲近主耶稣 让主耶稣 和你去说话 帮助你 来到呢 是重演 对他这份对人的心 如果你是有的 我都很想邀请你举起手 告诉主耶稣 你很想他重演 这份爱人 爱神的心 你可以在座位 轻轻举起你的手 我都可以为你祈祷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对我们身边的需要 是无影无踪 亦都是无望沮丧 如果当中 已经是坚持着 去无负 这份主耶稣 交给我们的使命 亦都无望初心 但是我们在奔跑 这条路上面 我们仍然是有佛力 我们仍然有时 都会灰心的时候 我都很想你举起你的手 我都很想为你祈祷 求主加力给你们 我们座座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 我们一起来到低头祷告 叉害的主耶稣 你是复活的主 你是生命的主 你的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每一位愿意 来到去相信你 还有愿意来到去回应 你生命的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 我们见到 这个复活的大能 还有奇妙 主啊 如果我们当中 仍然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对我们周遭发生的需要 教会的需要 我们都好像莫不关心 无动于衷 甚至乎觉得事不关己的时候 主啊 求你的圣灵 都是提醒我们 让我们真的要 重新来去检视 我们的生命 究竟我们生命 能否呈现到一位 我们所相信的 是一位有生命力 复活的主呢 主啊 求你真是去圣灵去提醒 让我们都重新的 来到去悔改 纳志 来到重燃对人 对神的那份火热的心 如果当中已经是无负使命 亦都是无忘初心 为主你奔跑的时候 可能在这条路上 有时都会像没有身边的同路人 有时都会佛力困倦 主啊 刚才举起的手 你都见到 求主你加力给他们 让我们继续的 是重新得力 在这个复活的主日里面 是重拾这份初心 去你叫我们去的加利利 去为主 你要我们为你作的功 我们是祈祷 是奉靠救主基督 得胜的名词祈求 阿们